本月先賺錢 想要賺大錢 本月先賺錢 親愛的投資朋友 台北股市在我連續做了28集 景氣循環仍是多的狀況之下 各位啊 今天是收元月份的月限 從12月20號 我跟各位講景氣循環仍是多 從12月20號 我不斷的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喔 那麼台幣還在持續的上漲上漲上漲 特別是一開始 根本沒有人去想到說 台幣會在這個時候漲起來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請各位留意 川普早就把台灣列為所謂 匯率操縱國這件事情 加上彭懷南總裁要退休 這件事情就會讓台幣真的大漲 而且呢 會把整個台股漲上來 我問各位一件事情啊 漲了948點 你有沒有賺到景氣資金行情 再問大家一件事 你真的覺得沒有股票會漲了嗎 欸 你說老師這個指數這樣往上漲 結果呢 像這樣的個股啊 第一檔才出現第一根大量啊 而且今年以來才剛剛開始起漲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不管是不是什麼金雞年金狗年要過了啊 這才第一個月開始起漲 難道你不覺得後面真的都還有行情要讓你做嗎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大家都把今年的行情 打來當作電磁股來看 我說不見得啊 就算電磁股也有分啊 先漲的跟後漲的 而且這次先漲上來的 一開始叫做所謂網路概念股 我想這個部分大家應該是很清楚啦 各位去想想看 還有這麼多水網低促流 可以上漲的股票才剛剛上漲 你跟我講說今年的行情沒了 你跟我講說現在這個行情又要結束了 我說真的不要用數字去想 你用數字去想 將來12682到的時候 你真的就賺不到錢 別說12682 很多人9000點開始就跟你講說 這個股票這9000點是歷史高點 我說你到底會不會算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人家台積電一檔啊 就等於我們的三分之一啊 台積電早就創新高了 你當然看指數怎麼看都不會準啊 有很多股票現在還在從低檔漲上來 要不然我今天怎麼有辦法 每級馬再跟你繼續購上漲停板呢 各位看清楚啊 各位看清楚啊 買一送一耶 而且到現在為止 人家說準備要封關了 老實說一件事 連做28級景氣循環能是多啊 連我都累啦 很多人跟我講說 老師我看你的節目買台灣50都賺錢啊 我聽了很高興啊 問題是有更多的人 從頭到尾我在講什麼 要不就是聽不太懂 要不就是還在懷疑啊 還在懷疑的人最多啊 我說這個區塊鏈的東西 不管你懂或者不懂 你將來一定要認識它啊 那麼區塊鏈將來從A到B之間的匯款 是經過所謂很多的電腦 形成所謂的大幅的一個 每一個電腦等於是一個獨立的交易系統 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電腦 變成是一個獨立交易系統 只要你下去挖礦 所以當這些人開始用所謂的以太幣 當這些人開始用所謂的比特幣 買賣東西的時候呢 這些啊 未來你看 你有一個以太幣 你要解密 解密之後解了你的身份 解了你的身份之後 要把這個交易資料往外來做一個公佈 然後再加密 加密之後再交給另外一個人 這個解密加密的過程呢 真的我必須要講一句話 股票就是真的下不來啊 就是真的下不來啊 我說過各位看到沒有 股票真的下不來啊 今天後面還會拉起來 我還真的有點小意外啊 但是我是不是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請各位一定要留意啊 那麼當時第一次出現 所謂網路交易的時候 那麼這家公司跟那家公司 以前是公司喔 公司跟公司資金要做認證的時候 那麼當時的創意就是一個大標標到440塊錢 而且EPS當時還真的只有4塊多啊 當時的資源就來到174塊 3035按錯 100各位看到沒有 當時的資源一路上往上飆啊 411塊錢啊 這就是所謂網路IP裡面真正有魅力的地方 我說過最起碼你要認識這三檔股票啦 我說過這次的狀況跟以前的狀況不一樣 因為還多加了很多有關顯示卡等等這方面的設備 我就不一一的給你做解釋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 如果你說老師什麼時候電磁股會先停下來 你就先看創意 創意假如說真的是不漲了 真的休息了 那天我跟各位講說 先這個地方先休息 我覺得基本上是可以的 可是各位看到沒有 你說創意200塊買進去不偉大 我300塊還敢跟你講啊 我300塊還敢跟你講 而且還跟你說請你注意啊 一萬點以上堅持多頭啊 拉回找支撐啊 所以你還要我講什麼呢 我真的覺得有的時候到了快過年的時候 現在很多人都在看那個什麼 什麼一隻金華火腿啊 多少錢啊 裡面有沒有放雜質的節目啊 我說金華火腿看之前 比較少人看我一直跟你提醒說 各位有沒有想過 今天川普一講完話之後呢 那麼這個美元啊就要大漲 台幣就要大跌 我跟你說 從頭到尾不可能有這個現象啊 只是說他到底回檔幅度是多少 回檔你不能當大跌啊 起漲的時候是我跟你說的 12月20號你看清楚啊 當時的台幣還在多少 還在30.2元啊 然後我跟各位講說台幣要起漲 因為三角形整理第五波往上攻堅嘛 第五波一二三第四波 第四波之後往上攻堅 所以台股會被往上帶動啊 那這個一旦漲上去的時候 它不會一朝一刻馬上回來 你跟我講說五年八年之後 台幣貶回來那我覺得有可能啊 但是以現在特別是川普 他現在擺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減完稅之後 他已經先減稅了 我已經講這麼清楚了 他必須要把美元降下來增加 你看我們台幣為什麼要貶值 因為這樣子對外銷才會比較好嘛 那美元一貶值呢 對美國的外銷一好 美國錢就進來了啊 美國錢一進來的時候 我怎麼給你減稅你都開心啊 所以美國將來一定是進入這個 你各位來看一下 我從一開始就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 葉倫再怎麼講 不會超過這張紙的範圍 因為這就是葉倫他們這些經濟學家寫的啊 他說今年會快速升息啊 他去年底我從停止降息開始跟各位講 我說這種狀況之下 物價指數會一直一直一直慢慢的上漲 又來了齁 又來了齁 要不要賺隨便你啊 各位啊 我再問你一件事啊 高檔還低檔啊 又來了齁 然後經濟會怎樣 會高成長啊 你說老師 都是那個NVIDIA在漲 老師 都是人家講都是Google在漲 以前都是蘋果在漲 現在蘋果沒有齁 以前都是蘋果在漲 對不起 這次啊 連物價都會上漲 你沒有覺得失業率也的確在降了嗎 所以我說過黃靖神給你圖表 不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行情裡面 你一定要說把圖表背起來 而是我跟你說 我一定照這種經濟景氣去做 不是說今天還在漲就跟你說 啊這地方要崩盤了 那是後面衰退期的事啊 甚至呢你要感覺到崩盤的話 可能要等到蕭條期才看得出來 那在這種繁榮期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會一個大股票變成很多小股票上漲啊 它會變成是說一個電磁股變成一個台積電啊 各位想想看啊 一個台積電啊 可能要變成很多很多的 不要說傳統產業股電磁股 大家輪流一起漲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說我連這檔股票都送你啊 連電啊你自己看看要不要啊 那你連電是高還是低啊 還是低檔吧 對不對 我問你一件事啊 這是不是才剛剛起漲啊 這沒有點火耶 這如果火點下去的話 我認為這情況就不得了啦 這情況就不得了 我不相信他的老闆那麼有錢啊 他就給你放在那邊都不動啊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現在有很多股票老闆真的很有錢耶 你要我舉一檔股票當例子嗎 隨便啦好不好 我這檔送給你啦 淨值二十幾塊錢耶 股價才十幾塊 老闆超有錢的耶 看到沒有啊 老闆超級有錢的 問題他就是不要動啊 還有很多股票像他這樣子漲耶 他隨時隨地要發動的時候 那一上去可能又一倍啊 各位還記得我當初跟各位講 1609大亞的時候還記不記得啊 當時的大亞七塊半 我跟你說他淨值十一塊啊 那飆到十二塊就一倍了 你嚇死人了 真的一倍啊 二三七的大同 是不是就這樣一上來就是一倍啊 高價股低價股 各自都有不同的一個分野啊 我直接告訴你一件事 明年也是這個樣子啊 明年也是這個樣子啊 因為資金現在還在啊 因為景氣現在才剛剛復甦啊 你覺得景氣不好那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身處在傳統產業股 你今天打電話去望宏 你跟我講說老師景氣好不好 我告訴你 望宏每個人都跟你說很好 因為他們從來沒這麼好過啊 對吧 要好的我告訴你一件事 89年的員工早就退休了 所以你看看你是站在什麼樣的產業 去看這個所謂一萬點 那才是不一樣的情況 所以我一直跟你強調一件事啊 來吧 哇講那麼多 真的一點用都沒有啊 你要不要做啦 你不做很簡單你就在原地 你可以把你的錢放在家裡 通通都不要動 別人再漲你繼續看 如果你真的覺得願意這樣做 我沒有意見 第二個 人家序長還在漲 多頭可用之兵 還有很多鑽駕他的機會 你到底要還是不要 親愛的投資朋友 真的沒有人像我這麼公開跟你講啊 我說哎呀你說老師 每天都要漲停板 我說每天都要漲停板 要快過年 你要兩天漲一次我就給你啊 我說N字形上工啊 我說上一次請你在86.2的時候 就趕快進去 因為跌幅滿了 那麼整個一個至少A波跌幅滿 至少有個B波要大B波上來嘛 大B波分成ABC三波的方式嘛 然後漲下來之後呢 在這邊出了一點 回來的時候發覺不會跌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他不跌的原因是什麼 各位看到沒有 他不跌的原因只有一個啊 就是這邊進去的人沒有出來嘛 對不對 這邊進去的人沒有出來嘛 況且我問各位一件事啊 將來的電動車需不需要離礦啊 而且離礦現在只有波利維亞跟智利 這幾個所謂南美洲的國家有啊 結果現在你看 股票市場每次都是這樣 整理到最後咧 好消息自然就來了 馬上傳出來泰斯拉 說準備去買智利 ICQ這家離礦公司啊 說乾脆泰斯拉說 將來離電池是最重要的設備 我乾脆給你買了 你看一下 86塊2 各位看到沒有 這後面再次介入的時間 101 一樣再上去啊 這就是每天想辦法賺漲停板啊 不然你要 我這個成交量夠大吧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之前也是都是這樣跟你講的啊 我說請你想辦法抓住 欸 鴻海到現在還在低檔吧 鴻海 今天開了股東會 結果好像還是沒什麼動靜 可是各位 我是不是跟你說 請你跟著我這樣做啊 早就已經先上來了 有還是沒有啊 早就已經先上來了 有還是沒有啊 早就已經先上來了 有還是沒有啊 昨天還帶你把它賣掉咧 蛤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不就是賺錢的模式啊 蛤 這不就是賺錢的模式啊 各位啊 過年前這不就是紅包了嗎 歡迎你想盡辦法 我還在努力的幫我的家族成員賺紅包 好 那麼假如各位 你現在就開始懈貸了 那下一個好的行情 可能你又跟不上了 所以我說過 做股票有的時候 真的是要比堅持 我們的堅持的力道 值得各位真正的信賴 歡迎你想盡辦法 利用我們的過年的感恩專案 想辦法趕快跟上來 成都賭戶 黃老師 歲末感恩大回饋 今天入會 全面三萬八千八 三萬八千八 緊起一檔 機會難得 盡情把握 一個不達洽詢 再現 0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成都賭戶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成都賭戶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独往福利 成都賭 值得托付 贏了2752-5868 我真的不想跟各位來討論說 12682這個高點會不會過 我只想跟各位講說 請你記得一件事啊 那麼九千多點也好 一萬多點也好 各位還記不記得 這裡還有九千八百五十九點 這裡有九千三百零九點 有很多九千點附近的關卡 每一個關卡都有人告訴你 保守了台股漲到這邊就沒了 每一個關卡 我問你一件事啊 股票市場如果真的是 往左邊一看 那左邊的高點就給你放空 那右邊的低點 就給你做多的話 全世界不就通通都有錢了 還不簡單嘛 一定要等到四千點才能做多 還有一萬點才能放空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四千點會跌的股票還一大堆啊 甚至現在有很多股票 還在四千點不對吧 難道沒錯嗎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你一定要能夠了解 這個行情真正的架構 這個行情這一次上來 跟這個所謂台積電的 早就已經突破一萬兩千點 具有相當程度的關係啊 那股票市場 你一定要懂得最簡單的循環 台積電代表什麼 代表很多電子股的元素嘛 然後台積電漲上來之後 我是不是跟你講要注意喔 油價 今天王文淵講話了 王文淵說今年的油價很不錯 那麼油價各位還記不記得啊 77年的時候來到168塊錢 當然了 這都是必須要像我這種 2012年的分析師才能跟你講的話 台積電漲完之後 往往都是怎樣 台積電是代表什麼 我去上班嘛 很多電子公司我去上班之後 領了薪水 領了薪水之後呢 摩托車就騎大了 車子就開大了 所以油價就上漲了 有沒有 過去的經濟循環都是這個樣子啊 頂多現在再加一點電動車嘛 然後等到車子變大了 油變大了 你就會想到什麼 我房子想變大一點啊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 往往說 這三個台的一個輪動 你把它抓住就知道說 這個一個多頭循環最起碼 是這樣的一個自然的感覺啊 如果有一天跟你講說 老師怎麼台肥一直在漲 那台積電一直在跌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現在台積電沒有跌吧 如果有一天台肥 或者說資產股了 或者說營建股一直在大漲 然後結果那個台積電啊 這些什麼日月光 通通都沒有漲 通通都在跌 然後電子股通通都在跌的話 我告訴你 這個時候你就真的要小心了 那個時候才真正叫做泡沫 你能不能了解啊 你沒錢是怎麼去買房子 沒錢怎麼去找房地產啊 那現在是台積電這些人在加薪水嘛 難道各位沒聽到嗎 連麥當勞什麼都在加薪水啊 你以為真的是總統喊一喊 大家就加薪水 不是 他也希望加薪水你留下來 因為他有賺錢啊 看到沒有啊 因為東西在漲嘛 像比特幣是最誇張的啦 挖礦機真的是你拿著錢也買不到啊 顯示卡你也是拿錢買不到啊 包含了這些所謂被動原件 這些MOSFIT都還在漲啊 包含6488環球晶這些矽晶圓 通通還在漲 誰在搶 中國大陸也在搶啊 中國大陸說我們想要做這個半導體啊 所以今年為什麼環球晶這些會長成這個樣子 是因為中國大陸他們搶著要做半導體啊 所以多頭可用之兵還很多啊 那接下來什麼 接下來換搶鋼鐵股啊 為什麼 因為川普說他要準備蓋鋼鐵啊 他要大興橋樑啊 他要把那個二線城市通通蓋起來 他要在美國跟墨西哥邊境 蓋很大的圍牆蓋長城啊 那要不要鋼鐵水泥啊 要把美國變成一個所謂的景氣非常好的地方 要不要鋼鐵水泥啊 鋼鐵水泥一上來的時候 要不要用船去載啊 要不要用油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一下下 有的時候真的你必須去 好好思考一下下好不好 股票市場裡面我覺得齁 什麼人一輩子窮啊 如果我真的要講這個字的話 真的是有點傷人 就是你每天坐在那邊講說 哎呦房地產怎麼漲那麼快 你怎麼沒有想到從鋼筋賺回來 從水泥賺回來 我常常碰到我們家一些 做鋼筋水泥的一些下游的包商啊 因為我自己也是做這種所謂的 鋼鐵公司起家的 我都跟他們講說鋼鐵要漲了 你為什麼不去買一點鋼鐵期貨 或者你買一些鋼鐵來燉 不要讓上面的人都賺了 這個是很自然的嘛 如果你沒有空間那就算了 沒有空間你可以買股票啊 對不對 沒有空間你可以買股票啊 這次兩岸不管是誰 來看到靜澤有關所謂的鋼鐵水泥 這些傳產股的 通通都是大賺啊 而且這段時間裡面我覺得 基下最大的福德就是在講這些啊 因為鋼鐵水泥影響太多的人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這你不能賺嗎 九塊錢的時候剛剛起漲 我跟你講的時候 還不到十塊耶 這難道你真的不能賺嗎 而且報價的話我真的講句最離譜的話 你上網也查得到啊 報紙也有寫啊 而且第一銅還沒漲上來以前 是不是各位看到沒有啊 華新就大漲啦 大雅就大漲啦 是不是這些所謂 紅懶概念股就漲上去了 那五基金板你賺不到 我也實在想不到 這都是賺錢最簡單的模式耶 這樣你賺不到 那第一銅都漲上來了 難道川普直接講 報紙都寫那麼清楚了 哎呦 美國就這麼一家所謂的 台灣的鋼鐵公司在那邊行銷 那大成鋼你不能賺 有啦 我發現很多人都是等到 漲上來了喔 報紙在寫了 因為各位還記不記得 大成鋼在漲的時候 你那時候在幹嘛 我再看看 可成會不會漲 我再看看 紅海會不會漲 你不會換股票 你就永遠賺不到 我常常講這句話 我今年換得最漂亮的一檔 就是這樣子啦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跟你講耶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吧 股票你在最高點的時候 你無論如何 一定要會換 無論如何一定要會賣 因為這一換下去的時候 那麼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我在當天從玉金光換成綠能的時候 綠能又標了四十四天板 我就知道說 哇這下我大隊了 今年我要大走運了 然後你說老師 那玉金光大家都還這樣子在看 你該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 找支撐買買看嘛 發現不對趕快走啊 懂我意思了沒有 找支撐買買看 發現不對就趕快走啊 這樣你絕對不會有什麼損失啊 有損失也是原地交易的損失啊 但是我認為玉金光到這個地方 似乎已經也快停住了 甚至呢可乘到這個地方 來看一下 我認為在過年以前 很多利空都要出進了 蘋果2月2號一講 大概是利空出進 因為融資一直在減 融菌在增加 甚至呢TPK也慢慢的上來 不過我說真的一件事 最討厭的就是這種 所謂反彈的股票 反彈的股票 你說它距離不大嘛 還是有 你說它將來有很大的空間嘛 那基本上也不見得有 倒是說那種 欸你各位看一下 有的股票你說 老師到底在標什麼東西啊 市計量到底在標什麼 怎麼漲成這個樣子啊 然後被限制交易了 今天又怎樣 它照常漲停滿給你看 你說老師才賺0.22元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什麼事通通用本利筆看 就能夠知道答案的話 那你不用來找分析師啊 你去找你小學的數學老師嘛 那1乘以10就等於10塊 2乘以20就等於20塊 本利筆通通10倍啊 你要去想想看 台灣風力發電的潛力 到底有多少 這裡還有一個點欸 我真的覺得這個點 才是嚇到人欸 各位知道嗎 現在啊 本來只有丹麥跟德國啊 還有荷蘭這三個公司 來到台灣 現在連這個點就是英國啊 也跑來了啊 因為英國的北海的風場的這些公司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才是全世界最好的風力發電的地方啊 那麼除了英國的所謂的 整個英吉利海峽以外 最重要的風力發電廠 就在我們台灣的海灣海峽啊 都是這種從北邊這樣風這樣吹下來 從北邊風 從北極風這樣吹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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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風力是非常非常大 像上去的時候一模一樣啊 所以這兩個點 人家認為是全地球表面啊 尤其是北半球啊 可以說是風力發電最大的潛能啊 有人說這個 有人傳說啦 說世紀剛一直講說 他們這些未來的鋼購公司啊 怎麼做都做不完啊 知道嗎 蛤 知道嗎 這裡還這麼多啊 所以我一直跟你強調很多事情 你覺得是剛開始才結束啊 你覺得是剛開始才結束啊 你幫我看一下啊 蛤 就算它漲這麼多了 你幫我看看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我們在這個歲末 我坦白說我是非常感恩 今年以來 尤其是我家裡發生這麼多事情 還有這麼多朋友在支持 還有公司這樣子支持我 而且還一口氣做了28集 人家覺得不可能 叫做1萬點以上是多頭啊 但是我一直跟你強調 這兩個字你有沒有做到 勇氣啊 不用勇氣好不好 只要掌握住機會 川普國情報告的股票 還有N字型上工的股票 這幾天我都盡量把這些股票 給還沒有上車 新會員的朋友 歲末感恩388的專案 我希望所有朋友 只有在歲末這段時間裡面 公司推出來 歡迎你好好把握 而且跟我們繼續賺明年 金狗年 明年還要賺的行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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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